赵恒啊 你死扛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阵长 早点解脱不是更好吗 我看您最近 总是打不起精神来 正好我托人买了些西洋身 明天我给你带一些过来 补补气息 那辛苦你了 加大电量 说不说 好 我们这儿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你看看 对付工党这么多年 一点长进都没有 审来审去 还是这些老套路 审讯嘛 也是应该因人而异的 你说说 要不 把这个人交给我吧 让我试试 别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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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组 发展到外类精神来死 我都告诉你 这也是个软共同啊 除了外围分子 我还要知道共同内共同 我们小组的组长 一生离开伤害了 我们小组的组长 你不老实啊 我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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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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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 我只饶你也不死 不饶 不过是我还想上去 在这本报运区 上海山里 也有我们在这儿 而且这个人 很少有 可是谁 我 我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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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啊 咱们上海战也有大鱼啊 这些共产党还真是 无孔不入啊 刚才您在办公室 说的那些话 还真让您给说中了 赵峰 你还没有土干净啊 土上去 没 够了 站长 再让我审议会 我一定查出谁是内鬼 这个人已经没用了 站长 备当路上 只有一家公立重备行 老板姓源 现在就抓 是 站长 这个姓源那可太重要了 我跟顾队长一起去吧 找个人的事 让顾队长带人去就行了 一会儿啊 我要到警备司令部开会 你准备一下 陪我一起去 好 站长 站长 我去档案室拿一下上次的会议记录 好 我的承案等你 好 二队人撒出去了 还没回来 咱们可能人手不够 怎么办 夏天宁 嗯 夏天宁 帮我把上个礼拜 警卫司令部过来开会的会议记录找出来 我跟站长去开会要用 好了 您傻的 还有多少兄弟 大概还有四五个兄弟 够了 让他们多带点家伙 是 的 对 的 你 有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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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要去警备司令部开会吗 你不是要去扎共产党吗 怎么也考这儿来了 顾队长 小正元 这是您要的文件 这文件你们这儿有存档吧 有的 这份我要交到警备司令部去 好的 您再让你签个字 请 盛局 您也要取文件吗 我等小姐一起下楼 走 双局啊 注意安全 去备当路 快 宇宙啊 刚才没跟赵洪说 咱们伤害战友那位 你觉得会是谁呢 这个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了 等顾队长把人从备当路抓回来 就水落石出了 这些共战党 可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呢 如果顾队长没抓到 或者是审不出来 我再帮您想办法 我答应您 一定把咱们战里的 这个内鬼给揪出来 咱们上海战只要有雨竹在 我就放心多了 谢谢战长 中文字幕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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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中文字幕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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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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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回您没参加那个记者会啊 可真是太大的遗憾了 是啊 夏专员那天在记者会上 那可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非但是我们自己的记者 就连洋人的记者都夸赞他 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对 给咱们国军的倾向增色不少啊 对啊 冯处长 又拿我说笑的 我资历尚浅 这些年 要不是战长的提携和培养 我哪有机会能去这么重要的场合呢 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 夏专员确实是我们上海战的医保 抗战的时候 我就一再坚持 一定要把宇竹收入麾下 孙站长 那真是慧眼石珠啊 阵长 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哪 这警备司令部到底是怎么了 约我们来开会半天了 连个人倒杯茶都没 孙站长 我觉得下次开会 还是去你们上海战 没问题 我们那儿有好茶 下次各位来 我提前给各位准备好 今天呀就只能委屈委屈 彭处长喽 多会说话了 对呀 这样吧 我去找人给大家倒点水来 有啊 你送我啊 下去吧 加拿 别闹 晓杨啊 小队 你们警备司令部怎么回事 我们来开会都坐了半天了 也没人给七姑茶 来 各位小队 我现在就过去了 那我完蛋了 带走 电话那头没有任何声音 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夏宇竹心里清楚 此时老元已经遭遇了不责 是牺牲还是被捕呢 如果是被捕会不会叛变 一旦叛变 就意味着自己暴露了 袁先生 你挑 想从哪开始 怎么办 父母 明天 你都 Johny 中共地下党 上海地区重要领导人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配合 你不相信的事还多着呢 远先生 只要你告诉我 潜伏在我们上海站的那鬼是谁 我保证可以给你一个不错的前程 我不要什么前程 这个人跟我是单线联系 在上海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 只有我 开条件吧 我的家人在报定 我要你必须答应我 把他们接到这儿来 然后送我们离开上海 到新加坡去 远先生 我就喜欢跟您这样的人做朋友 只要你告诉我 我们这儿的内鬼是谁 一周之内 我就把您的家人接过来 把你放出去 这一周之后啊 你就可以在新加坡 享受天伦之乐了 这儿 先帮我报一下 给他报上 抓住他 马上送一个优势 快 快 试试 警备司令部以后的会 没什么时候就不参加了 开了一下午会 戏都没说出来 瞎耽误工 赶紧发动车去雪库 站住 干什么呢 慌慌张张的 站着 夏专业 你们顾队长呢 顾队长在审讯室 亨利宗淼航 刚抓坏的共产党 在审讯室自杀了 他现在人在哪里 刚送到医务室 正在抢救 走 看看去 心快不够了 小刘 通知解雇 让他们驾起 剪刀 快 这个人很重要 无论如何要把他救活 必须把他救活 顾队长 放心 我们一定尽力 上局 站长 怎么回事 钢钉插入了警队 这是病 说了什么 没有 还在之前 还没有 怎么搞的 这么多人 竟然守不住一个 工党的药犯 让他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自杀 你不可及 站长消消气 这事儿吧 不能全怪顾队长 咱们跟共产党 打交道这么多年 像他这样的大有人在 个个都是死硬分子 咱们稍一步留神 就会让他们钻了空子 宇主 你的意思是 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尽力救活这个信源的 然后严加看管 你们都听到了没有 是 是 是 好了 站长 开了一下舞会 累了吧 走 我陪您回办公室休息休息 这里您就放心吧 交给顾队长 顾队长一定会妥善处理好的 站长 坐 黄阿姨 夏小姐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想找顾小姐 可是她们说顾小姐在忙重要的事 让我在这儿等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重生她病了 烧得很厉害 可我也找不到顾小姐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别着急上车吧 我给你去看看 好 叫小小姐开灯了 这些寡不就是南方公寓了吗 我们现在不住南方公寓了 你们又搬家了 顾小姐说 南风公寓住了太久了 怕不安全 现在我们住三同里了 你们这些年为了躲晨得道 都搬了多少次家了 这南风公寓 我记得也就住了三四个月吧 这么折腾 重生也跟着遭罪啊 谢谢林 请 家里怎么只剩这点东西了 还不是为了搬家方便吗 每次只带一些必需品 时间久了 就只剩下这些东西了 重生 重生 王阿姨 快快快 我们到主顶去医院 哪位是顾重生家属啊 我是 医生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他是肺炎 挺严重的 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肺炎 你这母亲也太不小心了 孩子肺部感染情况挺严重的 应该早点把他送到医院来嘛 他不是孩子 对不起 医生 是我们在做 那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现在需要每天打掉瓶 你们要陪伙一下 另外啊 这个药没有了 就可我们说一下 好 谢谢医生 夏小姐 你忙了半天了 先回去嘛 这儿有我就行啊 你只要日复休息也不行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 你先回去 明天一早你再过来 顺便跟重生做些吃的 那好 那我明天一早就过来 王阿姨 王阿姨 这个你拿着 以后重生每个月的药钱 回来付 双举给你的钱你就留着 都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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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就有办法让她开口 像她这种共产党 审讯给她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知道她不会开口 但我有办法敲开她的嘴 重生的点滴快完了 我去叫医生 进来 签证员 站长命站内少校军前以上 投人到医务室待命 任何人不得请假缺席 从现在起不得擅自 与外界联系 知道了 请吧 签证员 夏宇竹隐隐地感觉到 这突如其来的安排 与双局所说的 让老袁开口的办法 息息相关 人都来齐了吗 都来齐了 开始吧 不忍用 吉他 是 正面 和智洋 以及 宽生 收割 来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原同志 老原同志 这是什么地方 你们是什么人 别怕老原同志 你现在在家里边很安全 我们这些人 都是你的亲戚和战友 战友 对 我们都是你的同志 你很安全别害怕啊 同志 老原同志 你告诉我们 你的全名叫什么 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同志 我是老原啊 我是原近东啊 我在被当录 恒律中表号工作 老原同志啊 那你告诉我们 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呀 我是中共地下大 上海地区 负责人 袁 静 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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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 但是老原同志你知道吗 现在情况非常地危险 冬 你告诉我 他们保密局上海站 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 劳 有 他叫什么 告诉我 他 他叫 他叫江 没想到 这共产党的乔威 居然在咱们这里面 等顾队长敲开这共产党的嘴 谜底不就揭晓了吗 你告诉我 乔威是谁 他的真名叫什么 乔威 有危险 龙月同志 救他 你们一定会救他的 你必须得跟我们说实话 我们知道了真相才好救他 不过 这共产党还是挺难教的 就没见过谁能扛得住这招 你 放心吧 顾队长有的是办法 不怕他不开口 对 乔威他有危险 老袁同志 来 你告诉我 在你前面的这些人里边 到底谁是乔威 他现在很危险 屎 老袁同志 你告诉我 你前面的这些人里边 到底谁是乔威 告诉我 告诉我谁是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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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谁是乔威 我说谁是乔威 谁是乔威 谁是乔威 我认识顾队长这么多年 这点手段算什么样 站长 太快不行了 想办法让他活着 是 你们几个 快 你们都下去吧 夏专媛 春梅 你上次推荐那个理发店 真不错 你看我这头发烫的 真好看 你说 我晚上这样去见小吴 她会喜欢吗 当然了 对了 夏专媛 我上次看你戴那个发卡 挺好看的 在哪儿买的呀 在永安公司买的 那儿有好多款式 你可以去看看 真的呀 夏专媛 春梅 你这头发在哪儿做的 真好看 就在夏专媛推荐的那家店做的 下次带我一起去啊 好呀 那夏专媛 我有事 那我先走了啊 好 再见 再见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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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回 有危险 救他 你告诉我你前面的这些人里边到底谁是强卑 告诉我谁是强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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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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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盼徒出卖 老袁被捕 欲利用毛人缝转移物资 与老袁进行交换 请查明现在物资的地点 并进行截获 盼腐 强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意营救老袁的方案 截获物资后及实施交换 保重自己 战长 什么人干的 你们自己看看吧 真是共产党 怕什么来什么 要是几个劫匪劫财 那就好说了 而偏偏被告差那劫了糊 我之前信誓旦旦地向毛局长保证过 现在货没了 你们说 让我怎么向毛局长交代 战长 事到如今 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了 我觉得当务之急 事先查明这批货物的去向 只要这件事情还没有传到南京 没有传到毛局长的耳朵里 我们就还有补救的机会 对对对 马上派人去查 一定把这批货给我抢回来 谷上局 这个事就交给你 你找几个可靠的人 今天晚上就出发 战长 转移物资的这条路线 是我跟您亲自制定的 我们做了那么周密详尽的计划 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由新的司机和守卫 运往下一个地点 甚至连司机都不知道 完整的运输路线 但是我不明白 共产党 他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 你问我 我还要问你呢 顾双局 我不用听你分析这些 我现在要的是结果 你就告诉我怎么办吧 查 我认为 这件事情一定跟潜伏 在咱们站内的内鬼有关 应该把所有知道 这件事情的人 都集中起来 突击审查 宇柱 你的意思呢 我觉得顾队长说得有道理 如果不斩草除根 今后我们站内的工作 毫无保密可言 那好 进来 班长 情报课刚刚收到店 是共产党的密码物件 共产党这是搞什么花样 他们提出 要用毛局长的那批物资 与信源的进行交换 简直是痴心妄想 他们以为截走我们一批货 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站长 共产党提出用这个信源的 进行交换 恰恰说明了这个信源的 它的价值 通过这个信源的 我们可以查出谁是强威 这比多少物资来得都重要 你先出去吧 站长 那批物资不过是毛局长的 个人财产 跟馋内鬼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啊 放屁 反正毛局长怪得下来 吃不了兜着走的人 是我不是你 所以不值得议题对吧 要说价值 这个信源的 自然比毛局长的货重量 要得多 他若能开口 揪出强威 说不定 我们还能得到南京的嘉奖 但是 他要是不开口呢 那不就是竹篮打水了吗 我会让他开口的 顾队长 对付共产党 不是一味用刑 就能达到目的的 依我看 顾队长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手段 可他还是一个字都不肯说 这个人物 恐怕也活不了几天了 那么夏专员的意思是 同意进行交换吗 我的意思是 如果能让这个信源的招供 那自然是最好 但如果没有这个本事 就赶紧把人交出去 保住战长和我们上海战的名誉 我知道夏专员 曾经和共产党有所渊源 但是在信源的这件事情上 我很好奇 夏专员究竟是同情 还是 还是什么 顾队长 别总揪着这点陈年旧事不放 对 我是给共产党生过孩子 但那又怎么样 我给共产党生过孩子 我就是共产党 你这个逻辑是不是太可笑了 顾队长 我告诉你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党国 为了上海战 倒是你顾队长的所作所为 让我觉得十分可疑 你说 这批物资的运输路线 是你制定的 走哪条路从哪儿中转 没有人比你更清楚 要说嫌疑 谁有你的嫌疑打呀 这个姓源的重要性 不用我多说了吧 可你审讯手段之简单 让我以为你是个刚入行的新手 你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挖出墙威 还是为了杀人灭口啊 站长 我问心无愧 愿意接受调查 但是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谁主张交换这个姓源的 谁就有 共党嫌疑 共党嫌疑 你是说 我有共党嫌疑 那如果今天站长 同意交换这个姓源 站长也有关 顾双勋 在你心里 虔诚比什么都重要 即便牺牲站内的名誉 也在所谓 夏专元真的认为 我想查出内鬼 是私心自用 难道不是吗 好了 好了 我知道你们两个 都是为了站立 为了工作 你们都是我的左往右臂 有什么话慢慢说 站长 既然顾队长对我起了疑心 那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彻底查清楚 这不仅关系到我的清白 也关系到我在站内的名誉 站长 从今天起 我自愿停职 接手调查 来 宇珠 宇珠 夏专严 夏专严 夏专让我来接你 我正想回家做饭了 正想正终于呢 走吧 不要 站长 宇珠来了 来来来 请坐 谢谢站长 今天没有外人 就是家常便饭 你看看还要吃些什么 不用了 站长 这张湖北赛做得不错 来 尝尝 谢谢站长 双举的脾气 你肯定比我还了解 就是典型的一根筋 不撞南枪不回头 你俩姐妹这么多年 感情一直很好 我也不希望你俩有争执 他反对拿毛局长的物资 交换那个姓袁的 双举有些立功心切 但他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 毕竟那个姓袁的 是他亲手抓的 站长 我是真心地希望接受调查 因为清白对一个人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一个下属得不到长官的信任 那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这些年 你一直跟着我 为站里做了那么多工作 我能不知道吗 就拿帮毛局长转于物资 这件事来说吧 要不是你 这批物资 早就被郑建民捅到警察处 被没收了 站长 有些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有话你就直说 在我这里 你不用有顾 我跟双举起了争执 我不是不知道 信源的这个人有多重要 也不是不知道 强威给我们站内带来的危害 内鬼不是不查 是一定要查 我只是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 这件事情 关系到您的清白 我的清白 都在这些人 会了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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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